各位先生好 今天我没什么东西要讲 其实大家感觉可能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现在我是把我自己的体验分享一下 我本来在去年参加初中集班之前 阿多拉夫人 名得很厉害 名得好像打几样的声音 很烦 过马路的时候就见钱家后 很不放心 后来 朋友介绍我 参战了长生圈 只是开学了 两三天吧 师律师准备我 做调整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感觉到 那个名号 好了很多 再一个就是 我妈 是一个九十五岁的姑娘 她的老人痴大症 比较严重的 现在在老年院 那去 今年 她去医院里面抽血 因为她那个 大腿要骨结 要 可能要做手术 医生给她抽血的时候的 很不合作 没办法给她做事 我就用长生圈 一手十七 一手十六 给她调了 大约是十五分钟 她就勤势按钉下来 很顺利地做了抽血 然后她回到老年院的时候 我都经常给她调 本来医生说 她做完手术以后 她没有做手术 回到老年院里 还要到夜里面去 去浮尘 但是 隔了两个星期 她们看到那个 SY之后 说 奇怪 她好得很好 不用你再姑娘 然后我就 差不多每天都给她 调整 十二分钟到二十分钟 她 真是奇怪 真是好得很快 现在呢 拿着那个握牌可以走过 她平常吃饭的时候 她的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 我就给她调 调音 也大约十分钟二十分钟 她会安定上来 好好地吃药吃饭 也是 常说谁给她的福气 我自己本身的 腰椎很严重的问题 一直都 一直做调 都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但是从今年六月份开始 我进座的时候 就觉得 咬得很厉害 先是那个 头点头 然后就是 身体开始摇动 最厉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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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是 反的前和后方 怎样做完以后 大约是 要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但是很舒服 所以 直到今天 我还是有这个心 但是做完生的 舒服很多 我 从 这一次的高级帮 我想 如果 学好那个 剪斜的工作 我看 对我的帮助会 还好 很有趣的经历 就是 我的放一支 是 坏了 那个充电池 已经 老化了 两年 没用了 我就 很好 还没有把它丢了 还是放在 还放在 柜子里面 那天回去 老实说 电池机快乐 都可以把它 叫醒的 我就试试了 然后 我就 把它 从 柜子里面 拿出来 试试 捕着它 二十分钟 然后 我搬到 搬机里面去 哈 奇怪 可以 通电了 所以 现在 我还用 我这也用 大来学英文的 哈哈哈 那我就是 很开心 嗯 所以我说 长生学对我们的帮助 真是很好玩的 我们能够有一天 呃 呃 唱在这个学习班 是我们的福气 谢谢 为了是 谢谢